台湾黑巧克力拿下世界大赛冠军 爆红成为台湾之光 辛苦经营的品牌为台湾争光 居然被不肖集团寄与利用牟利 这样的案例在网络上几乎天天都在发生 台北市法务局最近就接到多起争议案件 包括脸书LINE群组上的小农广告 以创业故事假冒小农标榜政港MIT 但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劣值 广告不实的大陆产品 欺骗就让人感觉生气了 自己种的东西被这样倒用 真的是心里会愤愤不平 小农市集吸引大批民众消费拼经济 多数人都认为消费者要自保 还是眼见为平比较好 我通常都会直接面对农民 直接感觉比较具体一点 保障购物权益 信用卡或第三方支付会相对安全些 在一页市网页或脸书LINE的广告 或非网络购物平台买东西 甚至私讯询价做买卖 只要点进来消费 就步入了诈骗集团的圈套 你从脸书上 你很难去追到那个寄发货物的人 你从物流去着手 你就可以追到说上游 是从哪边把货物寄送出来 是谁寄的 遇到消费争议 自保或求偿 民众可利用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 或反诈骗电话165咨询 网络世界什么都卖 购物前还是得看仔细 诈骗手法日新月异 有大同小异 维护权益得自己留心 记者姚立强厉外庭 台北报道